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全民共振的李一萍 今天想跟大家談一談我們全民共振平台 對於香港局勢的看法以及給香港抗爭者的一些建議 現在香港已經處於一個非常危急的情勢之中 香港警察的暴力已經全面的升級,已經全面的失控 就在11月11號香港多個地區發生了很多的香港警察的暴力事件 多名警察拔槍指向和平示威的人群 其中有一個叫做關家榮的香港黑警 居然向一個手無寸鐵的年輕人連開三槍 現在這位年輕人生命危殆正在醫院進行搶救 我們希望這位年輕人能夠順利的渡過這個難關 讓他能夠康復,同時我們也向香港的警察發出我們最強烈的譴責 我們也呼籲全世界的各個地區的華人 各個國家的華人大家都一起來站在香港人一邊 譴責香港警察的暴力,譴責香港政府的暴力 香港政府的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出來公開表態支持警察的暴力行動 她說這些示威的人群都是暴徒 而她公開的表示絕不向這些暴徒屈服 絕對不答應這些暴徒提出的政治訴求 就是五大訴求,這些人提出的這些訴求都是保護香港人自由權利的 促進香港民主的訴求 她現在要公開的拒絕保護香港自由 公開的拒絕走向更民主的香港 她之所以這麼強硬這麼盲橫 並不是因為她有特別的能力 而是因為她背後站著一個龐大的中共專制政權在為她撐腰 中共剛剛開完所謂的四中全會 在四中全會的公報當中 他們聲稱要建立和完善香港地區的 關於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什麼意思呢? 中共港澳辦主任張曉民出來解釋了 他說就是要把過去因為遭到香港人民強烈反對 而放棄的那個23條立法重新拾起來 這個23條立法如果一旦完成 那麼中共、港共就會與叛亂罪、叛國罪、顛覆中央政府罪 等等政治罪名把香港的反對派一舉歼滅 香港的自由、香港人民的政治權利就不復存在 香港就會變成一個完全的警察國家的一部分 香港就會變成大陸的一部分 一國兩制就會正式的死亡 他們現在正在走向這一步 現在的黑警暴力 這是受到港共、受到中共支持的、受到他們鼓勵的、 受到他們安排的 是一個全面的大陰謀的一部分 如果讓他們得逞 香港就不再是香港這一顆東方明珠 就會被中共徹底的摧毀 所以現在大家一定要行動起來 但是我們不希望香港的這些勇武派的年輕人 繼續在街頭進行這樣的抗爭 受到這麼大的損失 我們希望香港的合理非派、泛民主派的這些領袖人物 現在是時候公開的站出來 呼籲大家好召大家、組織大家來進行更大規模的和平示威 大家不要說和平示威沒有用 和平示威顯示香港的民意、團結香港的人民 和平示威向中共釋放出強烈的信號 香港不會屈服 和平示威向全世界表明香港人民願意為自由奮鬥到底 而全世界的支持對於香港是非常的重要 對於中共是會產生強大的壓力的 所以合理非派、民主派的那些領袖人物 那些資深的社會活動家現在一定要站出來 不能讓這些年輕人繼續犧牲下去了 一定要把這些年輕人組織起來 一定要把所有的香港的抗爭的市民組織起來 組建公民大會、組建各種各樣的抗爭的 這種組織和團體和平台 要把這場抗爭運動、把這場非暴力的抗爭運動 彰顯給全世界,要讓它持續下去 但是我也希望所有的香港的抗爭者必須得意識到 香港問題的根源不在於香港本地 而在於中國大陸、在於中共專制政權 中共不除香港永無臨日 那麼怎麼樣才能擊垮中共呢? 靠香港一個城市,即使是我們750萬人 全部都上街,我們全部都來參與抗議 我們也只能夠跟他們處於一種對峙的狀態 不能夠徹底的戰勝他們 徹底的戰勝他們,還需要14億大陸人一起來行動 現在正是動員組織14億大陸人一起行動的最佳的時機 現在中共的經濟已經在急劇的下滑 中國的民怨正在急劇的上升 現在已經非常接近那個民怨大爆發的臨界點 這個時候如果幾百萬香港人一起向大陸來進行宣傳活動 來進行動員活動,來教他們組織的方法 來把香港抗爭的經驗傳授給他們 那這個時候就會引起大陸各個地區的老百姓集體的上街 那這個時候大陸14億人民走上街頭抗爭 就會和香港的抗爭形成共振效應 這個時候香港人的自由才能夠得到保障 這個時候不僅僅香港能夠走向民主 大陸也會走向民主,這才是真正的取勝之道 那我們現在全民共振平台也在設計一個 面對大陸的進行宣傳活動的一套策略,一套方法 我們叫它放飛民主活動 就是在香港地區通過無人機,通過輕氣球 以及各種各樣的網路平台向大陸來發送香港抗爭的信息 向大陸來揭露中共統治的黑暗 來向大陸傳播香港抗爭的經驗 我希望更多的香港朋友 尤其是香港的年輕朋友 一起來參與我們這個項目 一起來把香港抗爭的火種撒向大陸 讓香港的革命在大陸遍地開花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